曹启鴻等13人 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副所长陈瑞玲等2人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主任秘书是 主任秘书谢彦如等8人 105年6月23日星期四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青城等6人 法务部参事罗建勋主席林召集委员代话 105年6月22日星期三报告事项 1.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 2.邀请经济部国家发展委员会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内政部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就立轮政策目标 未来规划及执行现况进行报告并被执询 经济部李部长世光 国家发展委员会拱副主任委员明星 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曹主任委员启鸿报告后 委员林代话等23人提出执询 均由经济部李部长世光 国家发展委员会拱副主任委员明星 台湾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黄董事长重求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曹主任委员启鸿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谢主任秘书彦如 及内政部林建署 一届建筑管理组 阮副主长中培及相关人员 继续答复 决定 一 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 其余均匀发言完毕 寻答结束 二 委员陈欧波 萧美琴及徐正会所提书面咨询 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三 书面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 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 以书面答复并附资本会 委员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 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 通过临时提案16案内容 敬请委员参阅 105年6月23日星期四 讨论事项 一 审查本院委员王玉民等16人 拟据动物保护法第12条 及第2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本日讨论事项并案寻答 委员王玉民 高志鹏及邱志伟说明提案要旨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黄主任委员金城旧委员提案报告后 委员黄伟哲等14人提出咨询 均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黄副主任委员金城 法务部罗参事建讯及相关人员 计息答复 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 其余均匀发言完毕 寻答结束 委员张立善等7人 所提书面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书面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 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 以书面答复并附资本会 委员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 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 二 审查本院委员高志鹏等32人 拟据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朝案案 三 审查本院委员邱志伟等21人 拟据动物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朝案案 决议 报告及询查结束 广泛讨论无人登记发言 定期继续审查 进行主条讨论 通过临时提案一案 内容进行委员参阅 散会议事录宣读完毕 好 谢谢 谢谢我们议事人员 那么在场委员不足三人 我们议事录 我们就暂不确定 那么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 我们请宣读 宣读讨论事项 继续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 动物用药品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朝案 逐条讨论 宣读完毕 好 我们今天讨论动物用药品 管理部分条文修正朝案 我们已经在6月16号的时候 我们已完成寻达以及广泛的讨论 我们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我们等逐条 请逐条宣读完以后呢 我们再进行协商 修正动议也请一并宣读 我们请医事人员宣读 动物用药品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朝案 按行政院提案第1条 为增进动物用药品品质 维护动物健康特制定本法 行政院第3条 本法存在动物用药品质下列各款 自医治原料自剂及成药 一 以维生物学免疫学学理制造 专供预防治疗动物疾病之生物药品 包含基因改造动物用生物药品 二 专供预防治疗动物疾病之抗生素 三清中央主管机关公告 指定专供诊断动物疾病之诊断剂 是前三款以外 专供预防治疗动物疾病促进 或调节其生理机能之药品 行政院提案第3条 自以本法所称治剂 只以原料经加工调制制成 一定剂型之剂量之动物用药品 治剂之剂型种类 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 治剂分为受医师酌处方药品 及非处方药品 前向受医师佐处方药品之 品目买卖条件 使用方式处方签记载事项 保存贩卖记录及其他应遵循 事项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行政院提案第5条 本法所称动物用药禁药 指动物用药品有下列各款之 情形之一者 一 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 禁止制造调剂输入输出贩卖或陈列 二 未经核准善置输入 但旅客或随交通工具服务人员 携带第3条 第1款以外 动物用药品路径 共自家宠物使用 且符合一定种类制剂 剂行及数量者不在此线 前向第2款制 一定种类剂行及数量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财政部 公告之第12条 直2行政院提案 动物用药品之标签及访单 应依核准分别记载下列事项 一 动物用 二 厂商名称及地址 三 品名及许可证 字号 四 有效成分含量用法 及用量 五 组制效能效性能或适应证 六 副作用禁忌及其他 应注意事项 序商期停药期间八 制造日期及批号九 有效期间或失效日期时 其他应记载事项 前向各款记载事项 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 或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 核准免语等记载者不在此线 行政提案第14条 制造或输入动物用药品许可证 有效期间最长为五年 其满人继续制造或输入者 应于期限戒至前2至6个月内 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展研 每次展研期间不得超过五年 借其末办理展研或不准展研者 原许可证失效 由中央主管机关刊登政府公报 在前向许可证有效期间内 基于维护动物人体健康 或其他重大原因 中央主管机关得重新评估 该动物用药品 并限制其使用方法 范围必要时得废止 前向许可证 中央主管机关为审查 输入动物用药品许可证之申请 展研依前向规定重新评估 或应其应用其他实际需要的派员 至该动物用药品 之国外制造厂查核之所需费用 由经营该动物用药品 之输入业者负担 委员菜培会等人提案 第十四条 制造或输入动物用药品许可证 有效期间最长为五年 借满人继续制造或输入者 应于期限借满至日前2至6个月内 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展研 每次展研期间不得超过五年 借其未办理展研或不准展研者 原许可证失效 由中央主管机关刊登政府公报 在前项许可证有效期间内 基于维护动物人体健康 或其他重大原因 中央主管机关得重新评估 该动物用药品 并限制其使用方法 范围必要时得废止前项许可证 中央主管机关为审查 输入动物用药品许可证之申请 展研依前项规定重新评估 或应应其他实际需要 得派员至该动物用药品 之国外制造厂查核资 所需费用由经营该动物用药品 之输入业者负担 委员邱益因等提案 第十四条 制造或输入动物用药品许可证 有效期间最长为五年 其满人继续制造或输入者 应于期限前至二至六个月内 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展研 每次展研期间不得超过五年 借其未办理展研或不准展研者 原许可证失效由中央主管机关 刊登政府公报 在前项许可证有效期间内 基于维护动物人体健康 或其他重大原因 中央主管机关得重新评估 该动物用药品 并限制其使用方法范围 必要时得废止前项许可证 中央主管机关为审查 输入动物用药品许可证之申请 展研依前项规定重新评估 或应应其他实际需要 得派员至该动物用药品 之国外制造厂查核之所需费用 由经营该动物用药品之输入业者负担 前项国外实地查厂作业规定 国外制造厂实地查核费之 收费基础应由中央主管机关 订定公告 第十四条之三 学术研究机构或动物用药品 制造业者实验动物用药品样品 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者得免申请检验登记及 核发动物用药品许可证 其应于核准市制动物用药品样品容器上 粘贴中央主管机关核发之专用标签 且不得已做他用 前项动物用药品样品执行田间事业 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使得为之 第一项核准之程序 因减负文件核准条件应用标专用标签 粘贴方式与前项核准之程序 因减负文件核准条件基因改造生物用药品 及其他动物用药品之实验场 及其应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行政提案第十六条 制造动物用药品 因于动物用药品制造厂为之 但经中央主管机关一第十四条之三 第一项规定核准是制者不再此限 动物用药品制造厂 因依动物用药品制造厂设厂标准设立 并依有关法规办理工厂登记 前项设厂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汇同中央工业主管机关定之 行政提案第十六条 其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 应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使得委托或接受委托制造动物用药品 前项委托或受委托制造 应具备之制格条件核准之程序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行政提案第十九条 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 应向所在地直辖 是或县市主管机关申请 经审查合格并合发动物用药品 贩卖业许可证后 使得登记营业 申请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许可证 应具备之条件资格许可证 应记载事项及辩证方法 营业场所之设施 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 陈列或动物贩卖之 动物用药品 需原自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 或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 并以能证明其来源为限 委员蔡博会等人提案 第十九条 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 应向所在地直辖 是或县市主管机关申请 经审查合格并合发动物用药品 贩卖业许可证 使得登记营业前项许可证 有效期间为五年 另于期限建满 至日前两个月至六个月内 向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 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展颜 每次展颜期间不得超过五年 借其未办理展颜者 或不准展颜者 原许可证失效 并由中央主管机关刊登 政府公报 前两项动物用药品贩卖业 许可证之申请 资格条件合发补发幻发展颜废止 许可证 应登载事项及变更事项 营业场所之设施 及其他应遵循之事项 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 陈列或贩卖之动物用药品 需原置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 或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 并已能证明其来源者违宪 行政院提案第十九条之一 动物用药品之标式宣传 或广告动线动物用药品 制造业者或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 使得为之 成像动物用药品之标式宣传或广告中 不得表示暗示或影射 具有超越登记内容范围 虚伪夸张之成分或效能 非动物用药品不得为具有预防治疗 动物疾病或促进调节动物生理经人 这标式宣传或广告 于采访或报道中表示暗示或摄影 具有治疗预防动物疾病或促进 调节动物生理智能之效能者 视为前三项锁定广告 行政提案第二十条 动物用药品应连贴标签及附加访单 但应致爱男情经中央主管机关 核准以其他方式提供标签 或访单者不再此限 行政提案第二十一条 动物用药品翻面业者不得分装动物用药品 于分装前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且符合下列规定者不再此限 一由经核准登记之动物用药品制造厂商执行分装 二以原厂牌贩卖三标签访单 除依第十二条第二条之规定登记外 并应记载负责分装者之名称地址 是粘贴分装标签封签但前项但书之分装 应由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派言监督之 行政提案第二十四条 经核准制造之动物用药品如输出国外 使应于输出前由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 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发输出证明书 行政提案第二十三十二条 第一动物用原料药已提供或受与制造 含有该项原料药之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使用为限 但输入动物用原料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得受与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而转售制造 含有该项原料药之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 且每批已转售一次为限 行政提案第二十二条之二 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及输入业者应于每年一月至七月底前 将前六个月制造或输入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动物用药品种类数量销售及销售对象等资料 报警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备查并将该资料保存三年 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应于每年二月底至八月底前将前项资料汇报中央主管机关 行政提案第三十二条之三 情绪水产业者养殖及饰料 制造业者不得将下列制剂或药品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饰料中 一第四款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锁定动物用尾药 二动物用禁药三前两款以外来意不明之动物用药品制剂 四人用动物人用药品制剂 五动物用或人用药品原料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以转让或供屠宰为使用而加工或使用 一情绪水产动物水产类动物上市前经检验含有特定动物用药 二前项情形以外之需情绪水产类动物或其乳蛋 及其他供食用之产品上市前经检验未符合动用药残留标准之规定 情绪水产类动物经检验有前项各款情形之一者的申请 直辖或县市主管机关重新检验 属前项第一款之情绪水产类动物 其申请重新检验并应于一定期间内为之 位于一定期间内申请重新检验或 今重新检验不合格者 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应立情绪水产业者 于7日内为必要之处置 第二项第一款之特定动物用药 及前项之一定期间 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 依第三项重新检验所需费用 由情绪水产养殖业者负担 委员蔡培会等人提案第32条 之三情绪水产养殖者及飼料制造业者 不得将下列制剂或药品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飼料中 一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锁定动物用尾药 二动物用禁药 三前两款以外来历不明之动物用药品之际 四人用药品之际 五动物用或人用药品原药 有下列情绪之一者 不得移动转让或供屠宰为食用而加工或食用 依情绪水产类动物上市前 经检验含有特定动物用药禁药 二前一款情形以外之禽类水产类动物或其乳蛋 及其他供食用之产品上市前 经检验未符合动物用药残留标准之规定 情绪水产类动物经检验 有前项各款情形之一者的申请 直辖或县市主管机关重新检验 属第一项第一款之情绪水产类动物 其申请重新检验并应于一定期间内为之 为于一定期间内申请重新检验 或重新检验不合格者 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应令情绪水产养殖业者 于七日内采取化制 堆肥或销毁等必要之处置 情绪水产动物类或其乳蛋 及其他供食用之产品 由第二项各款情形之一者应有明示标志 以共辨识标识之方式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二项第一款之特定动物用禁药 及前项之一定期间 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 依第三项重新检验所需费用 由情绪水产养殖业者负担 行政体案第三十三条 制造或输入动用伪药或禁药者 除第五项情形外 除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病科新台币450万元以下罚金 犯前项之罪 因而致人于死者 除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伤者 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过失犯第一项之罪者 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 第一项之为随犯罚之 旅客或随交通工具服务人员 为供自家宠物使用 而携带超过第五条第二项公告之 既行或数量者 除新台币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还 前项超过公告既行或数量之药品 中央主管机关应令其退运或末路销毁 前项退运或末路销毁 中央主管机关的委托相关机关办理 委员蔡北惠等人提案 第三十三条 制造或输入动物用 尾药或禁药者 除第五条第二项其境外 除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科新台币450万元以下罚金 犯前项之罪 因而致人于使者 除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伤者 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过失犯第一项之罪 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 第一项之为谁犯罚之 行政院提案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侣之一者 除新台币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罚还 一违反第十四条之三 第一项规定 将四字之动用药品 样品移转他用 二违反第十四条之三 第二项规定 未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擅自执行田间事业 三违反第十七条之一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 为动物用药品之标示宣传或广告 四违反第十七条之一第三项规定 非动用药品为相关效能之标示宣传或广告 五飼料制造业者 违反第十七条之三第一项规定 将该项各款锁定药品或制剂 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饰料中 饰料制造业者于一年内再次违反 第十七条之三第一项规定 将该项第一款之第四款锁定药品或制剂 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饰料 处新台币150万元以上750万元以下罚还 有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或第二项行为 致危害人体健康者 得病科新台币2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 违反第一项第五款或有第二项规定 请勤者主管机关应公布该业者之名称地址 负责人姓名及违规情节 行政院提案第四十条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处新台币9万元以上45万元以下罚还 依情绪或水产业养殖者 或水产养殖业者以外之人 违反第三条第一第四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处方药品之买卖条件使用方式 处方签记载事项保存或贩卖应记录资料规定 二违反第七条第三项规定 擅自转让或转售致用原料 三违反将十二条第四项规定 专供输出之动物用药品 于国内贩卖或移作他用 是违反第十三条规定 擅自变更原登记事项 五违反第十四条之二 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第三项或情绪及水产养殖业者 以外人员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规定 六违反第十四条第十三第一项规定 为于核准市制之动物用药品 样品容器上粘贴中央主管机关核发之专用标签 七违反一第十四条之三第三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专用标签粘贴方式或实验场锁定规定 八违反一第十六条第三项锁定标准中 有关厨房作业场所检验场所 储存场所之建筑环境设备设施及措施之规定 九违反第十六条之一第一项规定 未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擅自委托其他制造业者 或接受伪制动物用药品 十违反第十七条规定 未聘请受医师或药剂师 十一违反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 未取得许可证而擅自营业 十二违反第十九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许可证之变更申请悬挂处所 推销原服务证件或识别证之自发 佩戴出事停业副业或歇业之申报 药品管理济世等于之资格训练 营业场所之环境设备药品之储存运送 操作或登录告知医务不良反应案例通报或贩售 资料提供之规定 十三违反第十九条第三项规定 陈列或贩卖非原制动物用药品 贩卖业者或动物用药品 制造业者之动物用药品 或无法证明其来源之动物用药品 十四违反第21条第一项规定 分装动物用药品 十五违反第23条第一项规定 或违反依同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有关样品 正品之标示 布册之设置记录或保存之规定 十六情绪或水产养殖业者以外之人 违反第1第32条锁定准则中有关药品之使用 对象用途用量停要其注意事项使用者资格 布册之设置记录或保存之规定 十七违反第32条之一或第32条之二第一项规定 有前项无款违反第14条之二行为 至危害人体健康者组 七年下有期徒刑得病科新台币 25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金 违反第16条第四项规定 规避妨碍或拒绝提供不符合本法规定 动物用药品之来源相关资料 或提供不识资料者 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还 行政院提案第40条之一 情绪或水产养殖业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之罚还 一违反第32条之三第一项规定 将该项第一款至第四款 锁定药品或制剂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 二违反第32条之三第二项第一款规定 将动物移动转让或供屠宰为食用 而加工或使用 三违反第32条之三第三项规定 位于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所令7日内为必要之处置 于第一年内再次违反第32条之三第一项规定 将该项第一款至第四款 锁定药品或制剂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者 处新台币50万元以上250万以下罚还 有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或前项行为 至危害人体健康者处七年以下有期读刑 得病科新台币250万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刑 违反第一项第一款或有第二项规定情形者 主管机关因公告该业者之名称 地址负责人姓名及违规情节 行政面提案第40条之二 情绪或水产养殖业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还 一违反一第三条之一第四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处方药品之买卖条件使用方式或处方 前保存之规定 二违反第26条第三项规定三违反第一第32条锁定 准则中有关药品之使用对象用途用法用量 停药期间注意事项使用者资格布测之设置 记录保或保存之规定 是违反第32条之三第一项第五款规定 将动物用或人用药品原料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 五违反第32条之三第二项第二款规定 将动物或其产品移动转让或供屠宰为实用 而加工或使用 违反前项第一款至第四款规定者 主管警官应公布该业者之名称地址 负责人姓名及违规情节 行政院提案第43条 依本法查获而是动物用猎药 未依第29条规定 限期改制或退货者的末路销毁之 以上宣读完毕 好谢谢 谢谢我们意识人员的宣读 那么在场委员已达法定人数 我们请各位委员对于上次的意识录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那么我们意识录就确定 好接下来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协商 好谢谢 谢谢我们各位同仁 我们委员同仁还有我们行政单位 我现在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各位手头上的 有我们今天的动物用药品管理法部分的条文修正 还有包含有为 蔡伟委委员还有邱毅营委员都有提修正动议案 那我们就把整个都包含在一起了 到时候请委员一起参考 那当然另外一部分我们行政单位 也有提出我们的建议的修正条文 到时候我们来一并讨论 好各位这个 手头上有看到这个吧 我们以这个为基准 来看一下这本 就是包含蔡伟委员 医师人员跟他们讲一下 就是我们的包含着 我们有蔡委员还有邱毅营委员 提出的修正动议案 好各位手头上都有了 然后另外我们行政单位也有建议的修正的一个内容 好来我们现在开始 来我们现在以 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逐条讨论 我们修正的条文我们第一条 在第一条的部分呢我们请 好第一条的部分我们没有修正动议 我们第一条是为增进动物用药品品质 维护动物健康特制定本法 我想这个应该没有意见 各位委员有意见 第一条的部分 那个管妈 管委员是这本 我们先看这本综合这本 这本包含修正动议在这边 好啊然后你白色的那一个是 行政单位另外再有修正建议内容 好那第一点 第一条的部分 然后我们请行政单位来说明 来行政单位请说明 第一条 第一条因为我们现在 第一条没有修正啦 但是是在第三条啦 OKOKOK 增进 因为本来说有那个促进虚目产业的发展 但是我们认为说其实虚目产业 是不是必要在台湾继续无限的发展 这个是有那个争议 所以我们是把它focus在 维护动物健康这样的那个 不要用那个畜牧产业 需不需要在台湾无限发展 不要用那种理由 就 当然那个说明 就是不限于畜牧产业 是 因为你讲那个畜牧产业 在台湾要不要无限发展 变成一个疑问 这个政府的政策是什么 会造成不稳定 有那个 好 谢谢 好 那么行政单位有说明 就是因应时代及产业的变迁 所以我们 本法的受益对象 并不是以虚目产业 所以在这边原以修正 所以各位委员有意见 好 没有意见 这个跟人类没有关系吗 为什么我们的立法木药指是只为了维护动物健康 对啊 就是动药品 可是那个药品的误用错误或什么 那些都不是问题 都没有 好 那个在后面都会有规范 对啊 立法药指不需要写进来吗 蛤 真的喔 立法药指就写 都不健康喔 对啊 真的喔 这样喔 好 好 应该有规范吧 规范 有规范 好 藍各位 请说 我个人觉得促进序幕事业发展 本来你动物用药就是也要 也要这个要兼顾嘛 最主要是你的动物如果用药安全的话 民众才会有办法安心的吃嘛 对不对 那你当然也是要促进这些序幕业的 发展啊 现在我想到很多的 那个我们养序业这些产业 他们也在表达啦 就是说养鸭养鸡养鵝啦 那每一个他们所受到的关照是不一样的 像鸡他们就讲了 他们现在所发表的意见你们都不采纳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说 你在调研修正的时候怎么可以 就是说只有针对动物健康 然后你这动物健康跟整个事业的发展是没有相关吗 这我觉得是很贝力的 我提下意见了 我赞同我们委员的说明 包括张委员还有管委员的说明 我是不是这样 我们第一条的部分我们修正 为增进动物用药品品质维护动物健康 然后接原本的就是这个促进改成健全 原本的现行条文里面是促进序幕事业发展 我们改成健全序幕事业发展特定制定本法 这样ok吗 好不好 好应该可以 正经接受 好ok好 那意思得很清楚 我们促进改成健全 然后就后面这个文字不改 然后前面就是改增进 好 那么第一条的条文 我们就照委员建议我们做文字修正 我们来做修正通过 好 那么我们进行到第三条 那么第三条蔡卑会委员有提修正动议 那么我们先请我们行政单位来先说明 来请行政单位说明 部分我跟主席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一次就是修改的最主要重点就是把 因为现在有很多生物的药品是用基因改造的技术制造出来的 尤其是疫苗这一类的 所以这边我们把它加进去 那另外另外就是诊断试剂 诊断试剂这以前比较没规范 那因为诊断试剂基本上 有时候会包括到那个血清或者是一些微生物 所以它是有风险的 我们就把它纳进来 就是当作是所谓的动物用药品 所以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动物药品管 所谓管辖的这个项目就是有增加 有风险的我们都把它列为是动物用药品 谢谢 那个基因改造有争议 我们基因改造食品的争议一直不断 然后立法院在食安的那一块 在食安的那一块 我们并没有非常 approve它 所以这里把包含基因改造动物用生物用品 我们把它法律保障纳进来 这个你们说明一下你们的立法药质好不好 基因改造的技术用在生产疫苗 疫苗就是在注射的疫苗 现在已经把它破片了 那跟所谓的基因改造的食物 跟基因改造的食物是不一样的啦 基因改造的食物 对 也有一些是基因改造的 但是它不会它是用来做预防的而已啦 这个我说明一下 所谓基因改造呢 在动物生物制剂里面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要生产动物的疫苗 常常会用那个微生物的载体 当作蛋白表现的工具 那表现出来的蛋白 我们才拿来做那个生物注剂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已经基本上已经去改造了这个 整个微生物的一个 微生物的 就是说它的基因体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到这个 就是说微生物使用到人体 使用到动物体身上 它主要是使用到它的表现出来的蛋白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 在全世界的制药的 动物制药里面呢 它是涵盖在这里面的 包括人用的疫苗 也有很多 包括国务院现在在开发很多疫苗 也都是用表现出来的蛋白在生产 那这个当然中间的话有纯度的问题 它尽量是要把那一个载体拿掉的 如果现行的规定已经包含 为什么法律要明白明定 我还是有疑虑 那如果这样我是建议 那如果这样我是建议 就是这样啦 好 为了避免大众的疑虑 因为这基本上跟我们基因改造的玉米 大豆黄豆那个都不一样 我们就是不是改成 以微生物学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学理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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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管委员所提出的基因改造 这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办法 去跟他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让他了解 如果说是了解以后 后期你现在这个文处上就没有修改的必要 OK 你现在如果说一说 你自己又把简单的问题又複雜化开 你现在又把基因改造又改成什么 维生物 你又複雜 那讲清楚就是因为 这个是已经全世界普遍在用的这些药品 或者是那个疫苗 好 啊这是人没接到的啦 我们只是把它纳入管理这样而已啦 就是这也动作是那个动物用药品 所以是纳入管理啊 那已经普遍在用了 全世界 基因改造是一直很容易 对啊 那跟那些这些叫比什么都不一样 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对基因改造这个 有益力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说包含使用维生物当场 生产的动物用生物去做 好 那我一个建议 如果后面那个包含基因改造生物药品 删掉我们会接受 删掉是不能用喔 那如果是适合 真的如果是适合可以的 对可以用 所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 删掉还是可以用 我的意思就是说包含基因改造 这四个字 不要特别讲可以啦 那就是我说我的建议就是说 一维生物学免疫学 及分子生物学理制造 分子生物学理制造 基本上就有 都包含这个所谓基因改造的 这些动物用药品啦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很明白的 就是用学理名称把它 涵盖进去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就分子生物学 那它本来就是放在里面就对了 对对对是 不用直接用基因改造 它太明显的字眼就对了 好那行政单位你们把文字稍微修正一下 反之 各位委员 包含什么 分子生物学 好我知道 第三条 这个 好 所以你们的想法就是 一维生物学免疫学 还有 基因分子生物学 学理制造 好 好专攻预防治疗 动物疾病之生物药品嘛 那 不不不不 因为分子生物学 已经发展二三十年了 立国来过 不要基因改造 如果说比较敏感 那我们就不要民事就好 啊 基因维生物学 对对对 对对 分子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 解体制造 那叫 专共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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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 动物疾病之生物 要贫 它就不被 包含 基因改造 那边就可以拆掉 抬掉 包含你改造 所以你们用分子 或生物学 在基因改造 对对对对 因为分子生物学 货 或分子生物学学理 那 不一定 分子生物学 涵到很多 基因改造技术 只是其中的一种 对 分子生物学 包含 好 各位委员 那没有什么特别意见 那是不是就照行政单位所提的文字修正喔 哈 好 好 好 那 沒關係 我知道 那第三条我们的这个修正条文呢 我们就照大家共同的看法修正通过 好 那请 伊斯典人记录清楚 然后我要请各位委员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第三条里面有他的说明 说明欄的部分 我这个要请我们来行政单位 特别仔细跟我们在场委员来说明清楚 好 这个我解释一下 你要请他们看哪一个 看这个白色这一本 就是蓝色的是委员建议要 先看白色的这一本哈 有蓝色红色这一本 你的字里面 你的字里面 有蓝色的那个 那个 因为看的是给你们方便好看 这样啦 我也看的 我也看的 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简化 那个 就是 基本上 一些体内或体外的诊断试剂 有可能包括 就是包括一些弱病毒的 或者是弱病原性的 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才要把它纳入管制啦 纳入管制 因为这个 基本上 你的诊断试剂 如果牵涉到这个东西 基本上它是有风险的 有风险 所以我们要把它纳入管制 这样子 没有啊 这个 但是我们重点 就是把它简化而已啦 那个说明重点把它简化 那 有啊 体内体外 有冤呆纳入 但部分含有口体液 你是把 不是 你是把那个体外 未用于人体的部分 排除掉呢 没有 全部 都包括在里面 那本来认为说体外是 是比较没有奉献 但是不见得啦 因为它有可能 因为它有可能 这是不管体内或体外的 诊断试剂 部分 含有口体液 菌流感 或其他重大传染病的那个病原 这个病原基本上是已经 没毒 或者就是说 变成弱毒的 那可能如果是弱毒的部分 要跟我奉献 所以我们纳入管理啦 好 我先简单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 就是說 在这个对照条文的这本里面 行政单位是说 在第三 第三部分 就是說 这个 红线的淡部分 這個部分 淡红线 淡部分 这边保留 到从 體外诊断剂 一直到 到这个 婴纳入本法管理令 这个字都取消掉 因为这里面的 有牵扯到一些罪词 或是不需要用语 所以简单的讲 从最上面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诊断剂 分为 体内及 体外诊断剂 含有口体液 淡部分 含有口体液 这个就整个都说明了 体内跟体外的 都包含在裡面了 大动物传染病的病炎体 所以 体外现在要删掉 等一下 就是把另外体外的拿掉 好來 官委员請說 兩個問題 體外 當初 當初的立法說明 為什麼特別把 體外 而未直接 使用於動物身體 特別強調出來 要知道 要不然我們把它删掉 我們不知道删掉什麼 因為這個是四季 所以有時候在做的時候 基本上是在那個 我們那個 辦公室做的 這個是四季 我們在做的時候 像伊拉莎 像那個 綜合反應 所以都列入管理 對啊 都是列入管理 不管是用在體內 剛剛初有特別強調 你現在把它删掉 從立法嚴格來講 就是把它取消管理喔 這個我負擔不起喔 你要了解一下 藍色是蔡培會蔡委員提的啦 那我們是認為說 那個藍色如果删掉的話 沒有影響 就像主席所講的 那就是把一些罪字去掉而已啊 因為不關於 沒有啊 因為你的文字是診斷劑 對 那後面講的這個就是試劑 那診斷劑跟試劑名詞是一樣嗎 就是培會委員這個 他現在照你那樣講 他是要把試劑也納入管理嘛 對不對 我們所謂的診斷劑 其實就是也可以說叫做試劑啦 所以是一樣的 診斷試劑啦 會一樣的東西啦 好 這個我沒意見喔 那那個喔 本來他那個原文是 含有口啤疫情流感 你現在把它變成部分 含有口啤疫情流感 那個部分有需要加嗎 變成是口啤疫情流感中的部分喔 這個喔 這個是說明的部分 但是 在主條文的那個齁就是 反正你如果是專攻診斷疾病的診斷劑 都已經 就全部納入管理啊 都叫做動物的用藥品 管理案就對了 那這個以前是沒有管理啦 就我說明一下喔 這個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把它列在這個地方 以前是沒有管理喔 那 以前的話呢 以前的這個診斷試劑的話呢 沒有管理 那 原說明裡面有沒有蛋部分啊 我們為什麼要注重這個地方 原說明裡面有沒有蛋部分這三個字 是你們加進去的 紅色的啦 紅色的我自己加的啦 你們加下去就對了 因為 就不是全部都是這樣啊 所以這蛋部分 這就是你們應該要加進去的 那個就是我們認為要 為什麼要加入管理這個 診斷試劑 或者診斷器的原因啦 因為它有風險 部分有風險 部分啦 不是說所有的 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因為它的診斷抗原 如果用的是活病毒 用的是病毒在那上面的話 那就有風險 如果用的是蛋白質而已 那是沒有風險的 沒錯 蛋部分就對了 蛋部分含有苦體液禽流感 還有其他重大動物傳染病 病原體為了防患其傳播 疾病之風險 所以應加強管理 好了這個 是是不要著急人 那就應該這樣吧 蛋含有苦體液禽流感 及其他重物傳染病 病原體 具有風險 我的意思是用那種表示 要寫在哪裡 苦體液禽流感 具有風險 及其他動物傳染病 疾病原體 因為那個蛋部分 並沒有說出部分是哪部分 你這個意思是 含有苦體液禽流感的傳染病 病原體中的部分而已 不是全部 你的語意 你把部分放那裡 是把含有苦體液禽流感的 這個傳染原體中 又切出指部分那管制 不是全部那管制 你們的意思就是這樣嗎 含有苦體液禽流感的 也只有部分需要管制嗎 是 是這樣嗎 因為這個是轉換式 只有活病不在裡面 我們還要管制 含有苦體液禽流感的 來 請說 是 是 那跟委員報告一下 如果說從我們這次修正的 立法說明來看 請各位委員看到第三說明箱的部分 說明箱的第三行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談到的是說 如果沒有影響動物健康風險 原則上就不納入本法管理 也就是說我們的精神上面 只有我們公告了 只要有 既有影響動物健康風險的部分 我們就會公告 然後來做為一個納入管理 事實上跟蔡培會委員所提的 這個修正的理由裡面所提到 只要既有影響動物健康風險 就應該納入本法管理 其實精神上不會差太多了 所以我建議是說說明還是維持我們的 那就不要再做一些調整 我想這樣比較單純啦 這是我的看法 這個我們行政單位沒有特別意見 但是還是要跟委員報告得很清楚 就是說有風險的這個診斷試劑 我們就是納入動物用藥品管理案就對了 對啊 對啊 就這樣 好 那各位意見 各位委員還有沒有什麼特別意見 來 張委員 我針對立法說明第二點 因為我們在整個修正條文裡面 已經把那個基因改造去掉了對不對 所以立法說明裡面 全部都有把基因改造的名詞寫在那邊 相對很敏感 好 好不好 好 尊抓辦理 謝謝 好 那真的這樣做在說明欄的部分 待會兒也請 請我們協論單位把這個 剛才委員的建議啦 還有他們一些罪子裡面 把它整理好 待會兒我們再給醫師人員 我們來做宣讀 好 那 這個第三條 我們就照 我們這個 剛才各位委員 還有我們協論單位的協商 我們做部分文字來做修正通過 那說明欄沒關係 就照他們整理好 再做說明 再做一個宣讀 好 那請各位委員 不好意思 我們在第一條的部分 因為 剛才我們各位委員 大家有相同的看法 那我們就有提一個修正動議 就照 照管委員的 還有各位委員的大家連署的提案 好來我們請那個醫師人員先宣讀一下 修正動議 為維護動物健康健全畜牧產業發展 原針對動物用藥品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擬據第一條條文修正動議 第一條 為增進動物用藥品品質 維護動物健康健全畜牧事業發展 特製定本法 提案人 管畢林委員 宣讀完畢 好 好 剛才已經通過了齁 那 就這樣就可以了 那請 可給我們各位委員 沒有簽名的也可以請他們齁 加入簽名齁 好 那請各位委員來繼續 我們繼續 協商齁 我們請各位委員看我們第三條之一 來我們請行政單位來說明 第三條之一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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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不要因紀錄的資料 這個 基本上都要那個 我們要公告辦法 因我們遵行事項的辦法 由中央主管 機關來定定資 這就是 你賣賣的 這個規定 大概紀錄得很清楚 就是從這個 受醫師處方間 處方藥品的那個屏幕 所以這個就是從源頭管理的 一個精神 記載的項目增加 比較多啦 好 那麼 跟各位委員報告 行政單位所提的第三條之一的修正 是為了能更加的重視 所謂的源頭管理 所以他記載的項目也更加的清楚 好 那各位委員有特別意見 好 沒有意見 那我們就照行政院所提之版本通過 好 那接下來我們 進行到第五條 來 請行政單位說明 這邊齁 這邊齁 這邊我們主要改的就是一個 一個 要來 把關但是又不能夠 違反比例原則的一個 因為有些旅客齁 那你若是擠一支 東西進來 那這個東西 我們公告說什麼東西 你可以搭進來 那你可以炸多少 那我們就是把它 那如果你在這個範圍之內齁 我自己處罪啦 就是說不用那 那以前的話 那個如果抓到大概就是屬於 這個禁藥然後什麼 氣死條例那個都就會牽涉到 所以那個部分齁 我們會公告你可以帶的種類 計型還有數量 那這個匯同財政部來公告 這樣啦 海關就對了 這個漏洞一開會不會很嚴重 不會 因為那個數量跟種類 我們是有公告的 可是你們會面對一個問題喔 就是國家的公權力齁 會變成 這個藥我既不核准 可是我在法律上又規定 它可以進來 有這個問題喔 那這個如果抓到 那你就是那個等於是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你指的是 未經核准擅置輸入嘛 對不對 未經核准擅置輸入 卻可以進來的 你這個最後的授權 就是要訂項目啊 所以你國家的法律 會有這個尷尬喔 我們會公告齁 根據這個 沒錯 根據風險來公告 它的數量跟種類 官委員的意思是說 未經核准是我們的法律 是未經核准喔 對啊 在國內是禁藥啊 在國內是禁藥喔 我們未經核准喔 這些禁藥可以進來 那你還公告它有數量耶 這很奇怪的制度耶 這個齁 這個有時候是10G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 在人上面為什麼 就不可以制定這種法律 因為這個齁 對啊你就會有這個問題 蛤 在人的部分 藥司法怎麼寫 藥司法 也是應該 因為我們這個齁 公告的處 我先請你一下法治單位說明一下 我們法治齁 來 因為它這裡面表列是說 未經核准 很明確的是它是寫說 未經中 對 未經核准擅自輸入喔 但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人員 攜帶第三條第一款以外的動物要 那既然 它這個未經核准的意思是什麼 是還是 其實它 是不是我們有誤解意思 我應該這麼講就是說 它其實是寫說 後面有寫說 攜帶第三條第一款以外的動物用藥品入境 對不對 好 那是未經核准的 那是不是我們是屬於禁藥 你既然吃禁藥了 那又可以 為什麼又可以 核定在一定的數目 又公告一定的數目 我們是因為 在一個條件之下 就是你進來 就是只有供你自家的寵物使用的 不能夠販賣 單位員 我想你們的意思是說 有些東西在國內是禁藥 但是在國外是買得到的 但是呢也就是說 如果要開放這個尺度的話 一定要規定是自家用的 但是自家用你怎麼認定 他如果留到市面上的話 我們有查契到 那這個就是那個 違反這個我們的法規 那是要判判判刑的就對了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在自家用的時候 是不是要有一些規範 譬如說它是有植物晶片的 或是說你可以證明它 真正是屬於自家用的 要不然我們也很怕 就是可能空腹人員 它就變成在攜帶藥品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 這基石管市府的那個 藥事法 藥事法是幾番 我們人在這裡的水 也有 他們也有這一條 有這一條 有 就是說你如果坐在這裡 你就自己吃吃的 有固定的那個素量 很少的 你自己吃吃的 像我以前在美國 就是住那個 抗生素過 美國是不可以的 這樣 當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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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跟 趙偉這邊做個說明 其實體力上跟藥事法22條是一模一樣 那我們的條文其實講的 本法所稱動物用金藥 那法治上這邊所稱其實就是定義的意思 你只要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他就稱為動物用金藥 那第二款這邊寫了未經核准善置輸入 那就是一個動物金藥 但是用蛋書來把它排除在外 所以就應該是不會有問題 但是你這些開放的條件跟他的種類伎量 到底是什麼 我們今天審核我們也不知道啊 我們會 會統財政部公告 對 會統財政部立行公告 用正面表列的方式嘛 數量 我這邊補充一下 其實 旅客可以攜帶的項目 種類跟數量 其實有一些一定確定可以排除 就是說 一定要受醫師才能用的 要注射的 這種通病 抗生素 這種都不能 都不會在我們公告的項目裡面 所以原則上就是說 它是風險 就像人的 非處方樣 我去社會辦就買到那種類 這種才會開放 真的如果說 你一定要注射 一定要受醫師用的 要注射就不行了 所以這些就已經 在我們公告的項目就 所以你還是會有在會統財政部公告 對 它的品項 還有數量 就是採正面表列的方式就對了 好 那委員 行政單位已經充分的說明清楚 這跟那個 要是法都有相同的規定一樣 那我們就照 我們 行政院辦 我們來修正通過 好 那我們第五條 就照院辦 來修正通過 好我們接下來進行第十二條之二 我們請行政單位說明 那這一條的 呃 說明齁 基本上就是說 標籤訪單要記載這些事項 但是 如果經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或今 申請中央局管核准免與記載者 我們就說好你沒有 不用記載沒關係啦 讓它比較單純化 因為如果有些不是很重要的 那你就是有來申請 我們說你可以不用記載這些東西 那就是 可以啦 我看台北人的人都那個 就該記載 跟委員 這邊會加這個 沒有這個會出現 這個問題就是說 有一些罐子 非常小那個容器 容器非常小 它標籤譬如說一些注射劑 或是什麼 那個安部就很小 那如果你全部要標示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我們會同意他說 你是不是在另外附一個 說在一個說明單裡面 或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要經過我們核准 他才可以這樣做 其實我們現在在實務上 已經也有這種啦 只是說現在把它明文化 就是說我們有個明確的一個規定這樣子 因為有一些 確實它沒有辦法把 所有的內容都標示上去 所以這個部分就要由我們來同意 它用什麼方式來替代 這樣子 那你就寫金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核准 這樣就好了嘛 你要說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喔 你就很無聊 我這麼說 你的核准了 公告頓號核准 對不對 對啊 公告核准 公告就算核准 金中接收 好啦 謝謝 可以 好啦 好 那就文字修正 今申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核准 就這樣 公告頓號 公告頓號 公告頓號核准 免於記載者 那個法制單位 這樣修正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照委員建議 我們就照文字修正來通過 好 那我們進行到第14條 來14條請說明 曹委員又有修正動議喔 好 來請說 14條的精神齁 就是其實也是加強這些動物藥品的管理 就是說我最長你的肥科症是5年而已 那你到期之前的兩個月到六個月之內 你如果要展延的話 要提出申請 要提出申請 那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是從圓頭 這個圓頭甚至是在原製造的國外廠商 我們有那個管理去查廠 去查廠 那後面那個全向國外實地查廠作業規定 那個部分到 那個是蔡委員建議說 那太垃圾你把它化掉 而且在 我知道 我們也接受就是說這樣化掉以後 因為牽涉到一個問題啦 這個如果入法的話 以後出差出去的錢 領到以後要交國庫啦 要交給國庫 變成那個你就 你就是那個 就是不能夠有直接那個 廠商來負擔這個費用 因為你領著之後要錢再交國庫 大概是 這個是邱宜營委員 把他認為說 後面那 全向國外實地查廠作業規定 要正列嗎 邱委員建議正列 那他已經同意嗎 他不是同意不正列了嗎 我們有去跟他主任有討論過 那我們給他說明就是說 目前我們 我們副國外查廠 我們方警局每年都有很多這種 副國外查廠的這種檢疫案件 那因為我們跟要事法不一樣 要事法它是額外有收 所謂的國外的廠商來申請的時候 要一個書面審查費就50萬 另外國外查廠這個要 國外查廠費60萬 另外人去 公務員出去查廠 他又依據行政院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來 就是計算這個所需的旅費 然後也是一樣有申請人來負擔 所以這個我們部分我們就認為說 我們就不需要這樣訂 因為他訂了以後就是這個錢 等於說又要收歸國庫 所以那個邱委員那邊也認為說 不需要增列第三項 他同意啦 好 那我跟各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我們 他已經同意說也取消增列第四項 好 跟各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案件有蔡培委員 還有邱憶瑩委員都有提修正動議 那麼邱憶瑩委員修正動議 他到最後他也同意行政單位的 就不增列第四項的 這個茶廠的作業規定這個條文 那蔡培委委員 那我們行政單位也同意 蔡培委委委員的這個修正 就是變成在 在這個 第一項這個部分 這就要擺著這一張 我建議一下好不好 你說 所需費用 那個依相關法令規定 並由 並由經營該動物用藥品之輸入業者負擔 就是你們都有什麼拆旅費相關的規定嗎 還是要依某種規定吧 所需費用 應依相關法令規定 並由 那個那個他們 這樣比較好 OK 好 感謝 並由業者負擔 這樣就把邱委員的議指寒進來 所需費用 所需費用 應依相關法律規定 收取 並由 應依相關法律規定 並由經營該動物用藥品之輸入業者負擔 寫好了嗎 好 那個法治單位 可以嗎 這樣沒有問題 好 主席 這會不會有什麼弊端 會不會產生什麼弊端 不會啊 就是說 對啊 你們要申請這個動物用藥的人 然後要招待你們出去查核他的場 那會不會產生矛盾 對不對 會不會有產生一種勾結 或是 輸送啊 不會啦 這如果是有這樣的情形 你去查的人回來 如果出問題這樣事情大條 所以應該要有一個規範 這我自己有規範 就是說你回來都要交報告啊 相關法令啦 不是法律 法令 是法律還是法令 這 國關到台灣距離還是遠了一點喔 那你們的規範要規範相關 經理相關法令規定 比如說是不是因為現在手機各方面很方便嘛 是不是把相關的東西一併錄回來或者怎麼樣 我們去查那個 例如查屠宰場 基本上台台的過程我都用六頁錄回來 而且是要寫報告 這個報告甚至要上傳的啦 那動物藥品也一樣啊 好啊 好 這樣可以嗎 張委員的單親是有道理 所以才要加法定 好 那各位委員看一下我們那個 這個上面的這個 那個投影 好 好就建議修正應依相關法令規定 好 並有 經營 並有經營相 並有經營 並有經營 動物用藥品之輸入業者負擔 好OK 那我們就照這樣文字修正來通過 好 那我們第四條 第一條 第一條 第一項的部分 製造或輸入動物用藥品 許可證有效期限 最長為五年 期滿能繼續製造或輸入者 應於期限 這邊嗎 戒滿之日前 戒滿之日前 改成戒滿之日前 就照蔡培委員的修正動議通過嘛 對不對 好OK 好這樣各位了解了 好 那我們第十四條 就照文字修正來通過 來 那我們看第十四條之三 請說明 這個是我們新增的條文 那為了 目的是為了規範學術研究機構 機構 或者是動物用藥品製造業者 對 本來你如果在試製造的話 是沒有規範的 現在把它納入規範 納入規範 那這樣研究機構 或者是這個製造業者 你小量的四肢動物用藥品 要做試驗的 基本上就是納入管理 蛤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對對 越來越高 研發 跟行政單位請你們說明一下 那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學術單位如果要申請這個小樣的這個 包括樣品到天津試驗都一定要你們核定 那以前沒有核定他們就可以去做 以前在施行細則裡面 以前是在施行 所以你要講嗎 以前在施行細則裡面都有明定了 只是提高他的位階 拿到 辣到 多增調一條到十四條之三而已 對不對 所以這一條十四條之三 原本在施行細則裡面就已經有規範了 對 對不對 好那就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爭議嘛 好 那各位沒有意見 那我們就整列第十四條之三 照行政院院辦來通過 好 那我們第十六條請說 好 好跟各位 委員報告 這個就是呼應第十四條之三 那就是排除嘛 就是金中央主管機關 依第十四條之三 第一項 規定核准四字則不在此限 這個你就不一定要在鋼琴裡面 這樣啦 不會啦 基本上你要申請 我也是 我們要合可啊 不是啊 我們要去考核啊 看你的那個 你在實驗室裡面 這個在做人 那有相當的安全的條件啊 我們在那個 這個我說明一下 因為以前的話呢 你都一定要到製造廠去 你包括研發 都要在製造廠裡面 那現在因為你 我們製造廠裡面的 許可證呢 也都是從研究單位轉過來的 那現在我們就是說 他在學校裡面 他可以做 只要報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他就可以做研發 但是他等到研發的 好了以後呢 他轉給製造廠的話呢 他仍然是需要按照一定的技術層次 去生產3P 然後檢驗合格以後 他才會 中央主管機關才會允許他上市嘛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基本上他是挺嚴謹的啦 不會說因為在學校裡面 有些數據 錯一錯然後就會變成 就是說已經取得製造許可 我想應該是不至於這樣子 對 是這些東西是流傳到這些東西 對啊 沒有啊 所以如果裡面有寫 你如果是那個 試製品 你都要大標籤啊 不得販賣轉租 都要寫 對啊 有什麼東西 你很怕喔 因為放寬到這樣的時候 會造成不良的效果 沒有啦 你譬如說 動物的藥裡面 也是有麻醉成分嘛 假設 沒有 沒有麻醉成分 不會有嗎 不會有麻醉藥的成分 不會有麻醉藥 那個是受醫師必要的話再用 可是你現在是說 學術研究機構基於他研發需要 就可以不必啊 就可以不必在廠裡面 也可以不必申請 你放寬的東西有多少 有多大的範圍啦 剛剛講的 剛剛講的 萬一他們就用這一條 要 然後到處流傳會不會 我把那個委員報告 所以要經過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譬如說你製造的試製品 如果說是安全上有疑慮的話 你就要在特定的實驗室 才能夠我們同意啦 不可能說在廚房就來做 絕對不會過 所以這個而且做完之後 你一定要把它標籤 絕對不能夠販賣轉售頂頂的這樣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在鼓勵 加速那個研發的速度這樣 然後又確保安全 再舉好 再舉最後一個 因為要經理 問題是 你現在經理們核准以後 你說要貼標籤嘛 那我貼標籤就要受管制 萬一他不貼亂七八糟 那總是有一個管制的機制來防止 那管制的機制 如果他還是在學術研究機構內部 或者是廠內 你才有可能管制嘛 你現在也把空間解放 所以我把空間解放的時候 你們就沒有管制能力了啦 你去哪裡管制他那些東西 流到哪裡去 然後怎麼樣 怎麼樣做手腳 那如果 如果已經流到市面齁 那個沒有許可證的啦 那個就是屬於胃藥 或者是禁藥啊 那你流傳的時候我就加強差距 我最近 我最近 像說我最近 有一個 很可疑的案子是 那小朋友在賣 咳嗽藥 但是裡面有可帶陰 那是他家裡賣喔 那是他家裡賣喔 這流傳啊 我現在在說的就是流傳啊 你現在說的 喔 那就是禁藥啊 好啊 就是禁藥啊 那就是流傳 我現在在說的是你空間解放之後 你沒有辦法管制 所以他會到處流傳啊 那是我教的 我們當然 贊同你們的這個 就是讓範圍更大 讓學術界有更寬廣的空間啦 但是對於這些後續 我們怎麼來管理 擔心這種所謂的這個禁藥 或者偽藥的這個 你們要怎麼樣來管理啊 那個 來…我先問一下 老師要拿電視的用來 我覺得很危險 就是管委員所講的 你們現在是開放 簡單的講 這個法案一定下去就是解除空間的限制啊 那這個你們 你們同意核定以後 可以去做 那一般你們核定又可以去做 去做的大部分都是在學術機構 簡單的講就是在學校啦 幾乎一般嘛齁 那這樣的話 管委員他們所說的這個問題 會不會真的產生啊 那我現在再講一句 我們現在還沒有立這個法以前 還不是照做有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 他們的…這一點我學術單位給你們講嘛 不方便的地方在哪裡 現在的話呢齁 學術單位他過去的話呢 他開發的東西要轉成真正可以製造生產 非常難 非常難 因為那個規範是非常複雜 那大部分我們現在 市面上在用的合格的藥物呢 都是由 就是製造廠他們自己研發 不然就是添水的 添水他們有那個… 他們的程序比較完美嘛 那學校裡面 他們對這個程序他們比較不了解 所以他們開發出來的東西 如果要轉成商業化的話呢 一定要去依附在製造廠裡面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導致他們研發的東西呢 真正能夠上市的事實上很少 這個…我… 這個階段他要提出申請啊 就是說你… 你們會去… 會去審他的流程 跟安全性就對了 當然… 好…那這… 所以在那個廚房裡面 不可能解釋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就算學校有研發出來的東西 還是要經過工廠登記 工廠裡面的製造 他寄轉以後 寄轉給他 對 經過合格的工廠 對 合格的標準流程 製造出來的東西才能夠販售 對… 那為了他… 我們有利他的研發 你有同學在做一些企業 基本上你可以先自己 就是試製一些產品出來 做企業這樣 這個產品是有貼… 就是說適用標籤的 不是商品標籤 那經過的管理… 就是他的管理機制在第幾條 在後面… 後面… 第一項核准制程序 什麼… 這個基本上就是 我們都會那個… 定… 40條 空間… 空間我再問清楚 你有什麼 你必須開放 我們就把它用相關文字寫下來 而不要這個全面開放 你現在用的是 那一款全面開放 這個還是 再進一步討論一下 所以我剛才聽起來的 副作的意思是 產學合作的部分 不可以… 不可以在工廠做 有可能是在學校的職業做的 那一項你要解禁嘛 對不對 我們就直接處理這項就好了 好不好 除了這個還沒有 除了這個還沒有 你不要全面解放 這個太可怕了 那那個因為動物用藥品的業者 他也會自己研發 他也會自己研發 他就有工廠啦 他就會在工廠 所以在工廠裡面 基本上你如果是 還沒有許可證的 你不能製造啊 但是你是四字的話 還是要申請啦 這樣啊 來 法制請說 報告委員 我們能不能回歸 看一下十四條之三的這個地方 十四條之三的地方 第三項有一個授權的一個 明確授權的一個放 那授權的範圍 我們要不要加一個 四字的場所 來增加一個說 核准的時候 看你在哪個場所裡面 去研發 研製這個樣品 那這個地方 會不會管理上 會不會比較方便 那另外一個 每個個案都會管理到就對了 是是是 如果這樣的話 就每個個案 如果加這樣四字場所 這樣子是不是可以 可以啊 好 謝謝 那另外一個 在條文對照表的 下一頁 下一頁 十四條之三 最後一項的 這邊有個基因改造四個字 這四個字 還要不要保留 這個地方再考量一下 是 剛才有講啦 都把基因那個都拿掉了 都拿掉了 加的話 大概在核准條件後面 加一個頓號 然後四字場所 類似這樣的問題 核准條件 頓號後面加四字場所 是不是 是是是 然後再接專用標籤 等等的 專用標籤的方式 以前項核准之程序 核准條件 以前項 這個需不需要拿掉 前項核准之程 前項核准 還是一樣照列 照列 好 那就是多一個四字場所 在核准條件 頓號加一個四字場所 然後基因改造生物藥品刪掉 四字場所 與其他動物用藥品之四 欸 有啊 它四字場所 那後面就是試驗 這是試驗場所 這是試驗場所 這是試驗 製作出來之後 你要做試驗的 那個中租 基本上這個我們都會講過 那基因改造那個就刪掉了 基因改造那個拿掉了 這個是那個第一 那這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 16條 16條第一項就不用了嗎 16條第一項 這個已經是說 你如果有許可證 你要製作 一定要在這個 鋼槍裡面 就是有合法登記的 這個動物用藥品的製造廠 這樣 對啊就是排除的蛋出就不用了吧 這個是商品化的製造了喔 不是那個四字的階段 對啊 那這樣就還是有 還是問題還是在啊 沒有啊 就是說你如果 你如果已經是量產了 取得居可證 你現在工在製造 你一定要在那個工廠裡面製造啦 那就不是外面 你如果沒有那個工廠 工廠的工廠 在製造的 基本上你不能製造 那這個大量的 一定要製造 一定要製造 對對對 是 好那各位 對第16條 經行政單位說明 這樣各位還有沒有什麼特別見 那應該是經第幾項核准吧 不是經第一項 一二三 四 二三第三項 因為這個是四字場所的問題 對 所以應該是第三項 對啊 對啊 不是第一項嗎 但你這裡選的是第一項 十四條之三 第三項嗎 好來各位 我們請各位 同仁我們看一下那個投影這邊 好 我們這個十四字場所嘛 對 對 就這個沒有問題啊 然後 他現在是在講這個 第十六條的部分 對 好 那現在第十六條這邊 那各位委員 那就針對行政單位說明了 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好 好 好 OK 那第十六條我們就照行政院所提的 的一個版本 我們就照行政所提版本修正通過 好 你們那個自己 要注意 等一下那個 像應該要刪掉的 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的部分 所有的文字 該拿 該拿掉的 就要看一下 請 行政單位都該拿拿掉 好 說明部分 好 OK 那我們十六條之一 十六條之一齁 這就是規定說 其實 你有看那個 研發 專業的研發業者 非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跟應申請 應申請 應申請 這個部分 應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嘛 來 請說 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說 你在製作 基本上都要在工廠 但是你 專業的研發人員 你也可以申請 許可證 來委託 委託 那個 動物用藥的 製造工廠來製造 所以這個跟 第十六條是相呼應的 所以這裡面共調的 前項委託及受託條件 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這個部分 這部分 但是申請還要做金啦 對啦 對啦 哪有應申請這種語意的表達 應該是 應經申請中央主管機關 應經中央主管機關 這個申請拿掉就對了 OK 加一個金 好 好 那我們就照修正來通過 好 那第十六條之一 我們就 照各位委員的建議 我們就修改文字通過 好 那我們進行到第十九條 來 請說明 好 感謝 這裡最主要是把 那個動物用藥品的販賣業者 他本來就是說 許可證無料 是不用那個 不用說就是 定期的那個 更新 申請 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加強管理 所以 如果你要展延你的許可證 販賣業者的許可證 那就是每五年 最少 最少 你要申請 中心申請 這樣啦 要重新申請 那如果你的那個 條件不好 或者是有一些違規的情形 這在地方的這個主管機關 是可以廢止你的那個 就是營業許可證 等等什麼意思 欸 那個這個 我要跟委員來講一下 這個齁 來 我請先當位注意一下 各位委員注意一下 你們手上有這個擺的 因為這個裡面 有蔡培委員他們有修正動議 然後呢 加上 欸 那個邱委員有沒有 好 就蔡培委員有修正動議 那我們行政院 參考了蔡委員的修正動議以後 又另外有修正 所以要請各位看白的 你們應該要跟委員講一下 不然這麼多辦 對 要你看這個白 裡面有藍字還有紅字 我們就看各位手上 手上這個白的裡面資料的 第十九條 就是綜合了蔡委員的修正 還有行政院 這邊 再修正的一個文字內容 好 來 我們請協任單位 就針對 我們的再修正的第十九條 內容裡面來說明 來 好 這個部分齁 請大家看藍色的還有紅色的齁 基本上最長就是五年 這樣 那借滿錢 兩國月到六國月 可以向在地的主管機關申請展延 這樣 那最後那一個齁 並由中央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刊登政府公報 這個是 這個是 因為這個是 地方政府 是在地方政府申請的 對 所以有地方政府 就拿掉啦 去公告或是發布就可以 所以這 所以後面這一句話 就把它拿掉就對了 對 對 我刪掉那個不同 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並由中央主管機關刊登 政府公報這一句話 拿掉就對了 好 也不用在陣列 有各縣市政府什麼 都不用了齁 就直接拿掉 來請說 報告主席 要注意一下體力上的一致 因為14條跟19條 14條是指的是 製造或輸入動用藥品的席可證 那這個是販賣業者的席可證 所以這個地方 由中央主管機關刊登政府公報 在14條好像還是維持 也就是說 延席可證施效 因為那是中央發 OKOK 好 那如果 好 那沒問題 那調可以 我倒是對文字有意見 好 官委請說 最長為五年 然後 然後 期滿得延長幾次 或 期滿得延 那個 那個 期滿營金延長 那個才對 他這裡寫 期滿能繼續販賣者 這句話有問題 期滿怎麼可以繼續販賣 所以他的意思應該說 你想要在期滿之後還繼續販賣 你不必寫這個啊 你就寫 最長為五年 得申請展延 展延英語怎樣 這樣才對啊 什麼叫做期滿 期滿能繼續販賣者 來你們文字修一下 一般都怎麼修 什麼修 能拟就好了 也就是說 期滿能拟繼續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加一個你字 就業者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那個有展延制度的一般 不是有像 有體力嗎 一般體力是怎麼寫 來查一下啦 第十四條怎麼寫 蛤 十四條就這樣寫啊 齊滿 齊滿能繼續製造貨輸入者 那加一個你 的話應該就好了啦 就是說 你有打算要繼續的 那你就要加那個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在 期滿能繼續的中間 就是期滿能拟 加一個拟齁 這樣是不是那個報告主席 頭前那個也統一 好不好 好 那十四條 我們換到前面的第十四條嘛 齁 好 一樣增加這個寧字齁 那個 意思留言注意一下齁 把它改進去齁 好 那這樣的話 您 您您您 好 這裡的戒期齁 突然加進來 不需要主持齁 確定沒有問題齁 戒期未辦理展言 他的許可證到期 未辦理展言 這個阿旁他們有責 那你這裡的戒期 戒期未辦理展言齁 因為阿旁有責啦 有責啦 責就是說這個 董事的那個 好啦 好 好 好 那今天法治單位說明 那我也沒有意見 那我們就照 大家共同的修正來通過 好 第十九條 我們就照文字修正通過 那後面的沒有問題齁 第三項部分 就前兩項動物 後面這邊 這個基本上就是說 你要那個 那個 那個時刻證音具備的那個 什麼申請 和發 等等 我們把核發補發 齁 這個這樣而已 好 那就是正列啦 正列一些要件齁 好 OK 那我們就照 行政單位所提的 文字修正通過 那 那現在我們進行第 第幾條 第十九 過來就 我們進行第十九條之一 來請說 好 報告主席和委員 這一條 是 基本上 就新增 因為就是 為了要來管制這些 就是 誇大宣傳 不實宣傳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連 採訪報導 都不能夠暗示 有這個 明明你就沒有治療 預防的 疾病的那個 登記 那個範圍 結果你就不實宣傳 或誇大宣傳 這樣 對對 好這個正列第十九條之一 就是重演管理 希望 不能 啃燈有不實的廣告 或誇大支持 簡單的 就如同剛才所說的 就是重演管理 好 各位委員對文字 有沒有什麼特別意見 來 那個採訪跟報導 要這樣寫嗎 那種 對啊 我們中華民國有哪一條法律 一樣 這樣 什麼 採訪報導中 這種東西 那以我 在那個 喔 我本來是改動 中 中 我們在 我的意思是說 採訪跟報導 這個東西 本來你原有規定 它都已經包含在內的話 你就不要特別 把人家寫出來 針對那個 這樣 我是今天 我們針對媒體這樣定 喔 有沒有符合其他 啊 這其實那個要事法裡面齁 那是說你那個啦 就是 當事人 自己去宣傳 那你如果那個記者自己說的 基本上應該 記者應該OK啊 對啊 記者講 你的 以不 以不禁人使不修嘛 但是你當事家 你不能自己宣傳 這樣而已 那改成跟要事法一致也可以啊 改成要事法一致 文字修正一下 嘿 然後給我們 醫師列人 醫師列人清楚了嗎 有沒有修出來 他們 你們聽得懂嗎 聽不懂 來 要事法拿去給那個 好 那麼先 這個先保留一下齁 好 那因為 剛才我們通過的是 我們是 有官委員提出修正動議 那我們 先來處理這個 修正動議的部分 好 我最後再催毛求疵一下 動物用藥會經常出現這種問題嗎 就是說 對那個動物的療效 誇大動物療效 譬如說你的狗如果是吃這個 擋過水會這樣低 會有這種問題嗎 真的喔 對啊 還要規範到那個地步去齁 蛤 真的嗎 現在寵物齁 好 沒關係 在醫師列人員在處理文字修正的同時 我們因為 之前通過的第12條之二還有第14條 國安委員就是提修正動議的部分 我們來請醫師列人先讀一下 修正動議 為健全動物用藥品管理依法制規範 原針對第12條之二第14條 你修正動議 第12條之二 動物用藥品之標籤及訪單應依核准分別記載下列式項 1 動物用 2 廠商名稱及地址3 品名及許可證字號4 有效成分含量用法及用量5 主制效能性能或適應證 6 副作用禁忌及其他應注意事項7 停要期間8 製造日期及批號9 有效期間或失效日期時其他應記載事項 前項各款記載事項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頓號 准核准免以記載者不再此限 第14條 製造或輸入動物用藥品虛格證有效期間最長5年 其滿人繼續製造或輸入者應於期限 借滿至日前2至2個月至6個月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展研 每次展研期間不得超過5年 借其未辦理展研或不準展研者 原許可證失效由中央主管機關刊登政府公報 在前項許可證有效期間內 基於維護動物人體健康或其他重大原因 中央主管機關得重新評估該動物用藥品 並限制其使用方法 犯為必要時得廢止前項許可證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查 輸入動物用藥品 許可證是申請展研 依前項規定 重新評估或應應其他 實際需要得派員至 該動物用藥品之國外製造廠查核之 所需費用 到底應應相關法令規定 並由經營該動物用藥品輸入業者負擔 第二人管閉令委員等人宣傳 好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還是繼續來進行剛才的第十九條之一 來我們請各位委員看一下我們投影裡面上所寫的 這個應應相關 是吧 是哪邊不是吧 哪裡 鬥點不用 好手續 這剛也過了啊 我們現在看十九條之一啦 這個剛過了只是要用 官員他體修正動議而已啦 好 第十九條之一 現在所成列的請各位委員看一下 對嗎齁 好在採訪報導或宣傳其內容 是嗎 你們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用要事法那一句啦 兩女不是有拿給他們看了嗎 有嗎就這樣嘛齁 是不是 好OK好 那就照這樣齁 我們協商通過齁 好 那麼進行 第十九條之一 我們就照大家共同協商通過 第二十條 來請 請說明 這個我跟大家報告齁 各位委員報告這個最主要就是 因為我們規定說你那個藥品啊 就要貼標籤及附加訪單齁 那我們只是就是說 現在就有時候那個容器就很小 就剛才有提到齁 他就 先把他關了 你要叫他搭那些東西 搭不下去 這時候我們可以核准他齁 另外有一個那個齁 隨那個藥品的一個說明書 這樣而已啦 大概是這樣而已 好我想這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啦齁 好 那麼第二十條部分 我們就照行政院所提的修正來做修正通過 那麼第二十一條來請說明 二十一條的話齁 那麼這邊大概都是有關於這個包裝啦 還有標籤的問題啦 你就是說你一次後 金核准登記是動物願望品 執行分裝齁 就是不在 就是排除這些齁 因為有些自愛染型的地方 我們就把它排除掉這樣子而已 也是從施行細則把他拿起來就對了啦 本來是規定不得分裝動物願望品 但輸入大包裝 那有時候來的 那你說你不能分裝齁 那就是不太符合那個現場的那個需求 那你要報紙就可以分裝 最後面這個你們寫說 前項但書之分裝應有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派員監督之 就是要落實的意思 對 那但是他跟你申請 那他怎麼去監督啊 我意思是說他時間點怎麼去監督啦 那這句是不是結束了 我的意思是不是是這樣 這哪有可能啦 你要多少人來做這條事情 蛤 哪有可能 這怎麼寫這麼對 你這樣寫的是 他每一次你如果沒去就獨自了喔 對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來來來來 搞清楚一下 來你現在 怎麼跟這德友直轄市或 現在現在都是已經都 每一批都要 每一批都要 就是經由他申請啦 現在齁 因為食物商動物用藥品的市場本來就不大啦 不像人人有這麼多case啦 所以在執行上是相對是可行性是比較高的啦 所以不要改得如果這樣就不要改得 目前就這樣做了 好啊這樣就感謝 有做的落實啦 有 好那21條就照行政院所提的修正來做通過 好 那第24條 24條基本上就是把一些 一些 金核准製造之動物藥品輸出國外 我們就是說 輸出重翻的意思就這樣啦 對 對 好 那24條就是簡化檢驗程序就對了齁 輸出口的程序 好 那麼第24條 各位有沒有意見 我們就照行政單位所提之修正 修正通過 來第32條之一 請說明 這個齁 這個我們是提出 就是動物用的原料藥 這就是原體就對了齁 基本上齁 基本上就是他的 齁 他要賣給那個動物藥品的製造業者 那你基本上是那個齁 經過申請中央機關核准的 那 有 這裡面就是一個比較重點啦齁 就是販賣業者如果是有輸入 有或者是有這個東西 他可以轉賣給 動物用藥品的製造業者 這樣啦 但是以轉賣一次為原則 為什麼要轉賣一次 這個就是我在請中央 為什麼要特別只轉賣一次 這個就是齁 這個基本上齁 這是業界的需求提出來啦 我們是覺得說 因為販賣業者基本上 你就不太可能 自己輸入原劑嘛 那個就是原料藥嘛 所以這個部分 我也是請到我們董事 因為這是我來已經 那個業者需求 自己一邊這樣 那我們覺得 他對於整個產業發展 或者是管理 不會出什麼問題啦 那回應產業的需求 因為這個經銷 這個都很複雜啦 有點複雜 那我們同意說 你這個販賣業者 所有動物用販賣業者 之後 販賣業者可以轉賣給那個製造工廠 好 那各位有沒有特別意見 我們就照行政院 所提之修正 修正通過 那來我們進行第32條之二 請說明 這個就是動物用藥 製造業者 輸入業者 這就是說齁 你將你的收容 要要要要 都要 往上報啦 那 簡化一連 變成兩次 這樣而已 以前是 147 到10月底以前嘛 現在簡化成一年兩次就對了 對 好 這樣前六個月 那我想這個 只是簡化一個 申請的行政程序 好 各位有沒有意見 我們就是 照行政院 所提之版本修正通過 來 我們第32條之三 請說明 那這邊我們是加強這個管理 那 不得將下列製藥 或藥品 使用於動物或動物飼料 這裏 就是所謂的胃藥 這個不能啦 不可以加一匹治療就對了 動物用盡料 你也不可以加一匹治療 來歷不明的藥品也不可以 人用的藥品製劑 也不可以加一匹治療 做添加劑 所以這個部分 基本上 另外 重點就是說 你這個禽畜 水產動物類的上市以前 都要經過藥檢合格 都要經過藥檢合格 那本來以前是用停料期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說 用殘留的量 你一定要特加這個標準 才能夠那個 就是上市 那另外就是說 有些沒有檢查合格 但是你如果在季流 它這個殘留可能會消退的 可以申請復驗 可以復驗 但是喔 像有些沒有辦法代謝的 像那兩種的喔 殘留過量就沒有辦法代謝 那個大概就是要消費啦 要消費 那如果檢查不合格的 這邊當然列出來 就是禁止移動 不可以移動 如果問一下喔 你們現行條文 裡面有個調節生理機能 這是什麼啊 基本上就是動物的荷爾蒙 荷爾蒙 就是荷爾蒙 動物的荷爾蒙 賴克多巴胺沒相關 賴克多巴胺 賴克多巴胺算是 以形的受蹄術啦 其中之一嗎 它其實賴克多巴胺 基本上 如果在國外 它是做飼料添加劑 在限量之下是 你這樣修下去的話 可不可以放 賴克多巴胺 目前現在還是在 只有在牛是不列為禁藥 但是其他的動物都很列為禁藥 你現在這個東西 這是 禽觸也是啊 都有啊 這是你要上市之前的動物 你要經過檢驗合格以後才能上市 但是因為萊克多巴胺是 目前還是如果租的話 它是禁藥嘛 禁藥的話就不得 因為如果說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你一個動物 譬如說鰻魚好了 鰻魚碰到最多 鰻魚它驗到有一個 含有一個禁藥就是蕭居湖南好了 那蕭居湖南它我們現行規定就是說 它要等它代謝完畢以後 復驗合格才能夠上市 可是那個鰻魚代謝非常慢 那蕭居湖南可能經過 三個月六個月我們去驗 它還是沒有代謝完 結果那個移動管制 就政府移動管制投入的時間人力 實在沒辦法估計 所以現在我們就定一個就是說 後面就是說第五項就是說 我們要把它限制一個時間 譬如說蕭居湖南 假設我們以後公告的第五項的話 蕭居湖南在鰻魚 我就限制你三個月 三個月內你要復驗合格 如果你復驗沒有合格 我就限制你七天內 要作為必要之處置 必要之處置呢 那現在就是蔡培委也提文字修正 就是我們本來是說必要之處置 他建議說採要為化製堆肥銷毀等 或其他必要之處置 所以這個蔡委員的建議我們也接受 那如果說七日內 他沒有做譬如說化製堆肥的話 那另外就後面再訂罰則 一樣罰則 但是乳跟蛋 就雞蛋跟牛奶 他有藥物殘留的話 就沒有這種就是一不符合規定的 就當然就是要馬上要處理 就不再什麼要給他代謝 因為乳跟蛋是不會代謝完畢的 譬如說殘留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他乳跟蛋就是馬上處理 要處理等一段時間給他代謝 是指動物 動物才有這種 要去打的就對了 因為他有可能會衰退 雞鴨鵝牛豬羊這種動物 給他一段時間 但是如果說要我剛才報告就是說 他可能時間太長 那因為投入人士 那個移動管制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我們就給他公開一個期限 給他處理 跟委員報告 我們最關心的萊克多巴胺 你如果是在那邊 還沒出來 或還沒上市之前 驗到你就是使用盡量了 就是這樣子 牛的話當然就是 你如果是盡量的 也是盡量嘛 目前牛國內沒有核准萊克多巴胺 沒有 我們是沒有把它列為禁藥 但是國內是還沒有核准的 所以國內也不能 絕對不能驗到 不能用 是有國外進口的擦層的一個標準 牛肉 進口牛肉 好 謝謝 謝謝我們學生大師們 那我在這邊首先歡迎我們國會員 習穎的學生 你們來到我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那麼我們今天進行我們的竹條法案的一個處理 我們今天處理的是動物用藥品管理法的部分 的一個部分條文修正 那在這邊歡迎我們各位同學 好 那麼我請請各位 有要修喔 那個最後一項喔 王委員等一下 對不起 他因為這個有 蔡培委員他有修正 我是建議大家看這一個 掛佩 掛佩 已經跟行政單位說過了 這個 整個我們就看32條 看第七頁第六頁的最下面這邊 因為我們現在進行第32條之三的修正 那整個行政院把蔡培委員的修正版本 都納到整個的在修正裡面 第32條之二這個白色影印本這邊的部分 那麼剛才行政單位已經都說明了 好 那現在我們先請管委員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另外的看法 藍色的部分是蔡培會委員修正的 那我們接受以後 為了這個能夠更周圓 所謂加紅色的字這樣子 就是那個比照前面 我們所需費用依相關法令辦理 並由這個把它加上去 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 費用還是要依法好不好 就比照前面那個修法把它修進去 依法 所需費用逗典 依相關法令辦理 依相關法令 然後油 是不是這樣 OK 好 謝謝 剛剛那個文字 好 議事連員有沒有聽到 了解 我請問一下喔 不能夠那個啊 不能不能夠添加當飼料啦 不能添加那個 在那裡 那荷爾蒙你就 如果是沒有用的話 你如果沒有核准的話 也不能用啊 但是這裡是規範 它不能夠當作動物飼料的添加物 這樣喔 所以你32條修正以後 這個部分就要刪除了 是嗎 好 那 這個 這個怎麼刪除了 沒有了 沒有了 對啊 過半套 來 我們請各位委員先看一下投影 就剛才官員有所說的 依第三項重新檢驗所需費用 因依相關法令規定 並由情緒 還有血產養殖業者來負擔 好 就這樣 管嗎 沒有問題嗎 兩個1要不要修一個 起來 因依相關法令規定並有 沒有吧 好 1 第三項 兩個1要不修 第三項就對了 把前面第一個1拿掉 OK 好 那這樣可以啦 法治可以齁 好 那 那這樣齁 我們就照 大家共同的協商 我們就照協商再修正通過齁 這個就是第三十三條 基本上就是回應 旅客攜帶的部分 如果經過公告的 中央主管的公告 那可以代入的品項 還有它的那個數量 那這個是排除啦 就把它排除掉 好 那個 我現在把它排除啊 就是這裡就是把它排除 都修掉了嘛 我之前是盡量處理的耶 董哥 我要盡量處理 現在就是把它 今天這個頂是比較那個啦 就是比例原則啦 比例原則所以這個是現在幾萬 第三十三條的 第三十三條的 三萬七條而已 是不是 沒有啦 這個我排除啦 旅客是排除啦 旅客 好第三十三條 就是把五六七項的部分 都把它刪掉啦 對不對 就照蔡培委員的所提的 就把它刪掉 然後 在三十三條 最上面齁 這第一項的部分齁 有紅色的部分就是 除有第五條 第一項嘛 那個二是改成一嘛齁 是不是 第一項 第二款的彈書鎖定 因為之前就已經規定了 鎖定 彈書鎖定之情形外 齁 除下面的以下的罰環 這些 齁 就是這樣吧齁 對 好 各位委員 這應該就是 就是在罰 就是在這個 罪行的部分 鎖定的 原來的罪行的部分 鎖定的 原來的罪行的部分 就是說現在 你如果拿在那個 我們廣告的這個 項目裡面 是不罰的啦 你就可以 這樣啦 你如果是超過的話 就是按照那個 還有這裡面 當然就是 那個啦 就是由海關來處理啦 來 法制單位 他們現在行政單位 鎖定的行者裡面 是不是有符合這個 刑法裡面的這個 比例原則 那各位委員 對他們所定的這個罰則 還有罰金的部分 有沒有特別的看法 好 那 沒有齁 那沒有的話 我們就照 我們行政單位 所提的再修正 來通過 齁 第三條 我們就照再修正通過 那第三十九條 維持行政院版本 齁 第三十九條 行政院有提修正版本 那各位委員有沒有特別意見 我們就照行政院所提版本來做修正通過齁 來我們現在進行第四十條 一樣是罰款的 罰者的 罰者的 是罰者嗎齁 還有 三十九 四十九條 好 好 第四十條的部分 我們請各位委員 請看白色版本這邊 第六 第四十條 第十二款的部分 有再修正 就針對這個 我們請行政單位說明一下 清楚嗎 第四十條 第四十條 你們的第十二項裡面 第六十條 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三 第四款 第四項規定 這部分 違反中央集團 集團公告之 方式標示 什麼意思 委員在詢問說 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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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先 現在我們先 四十條 四十條 好不要緊 來 四十條 那四十條裡面你們 我們先請行政單位來說明 第十二項 第四十條 第十二款 四十條 第十二 四十條的第十二款裡面 違反 第十九條第三項 所定的辦法 是針對這個而已嗎 對不對 第三項 沒有 因為我們之前有針定一個 第十九條第三項 所以把它列在這個 如果違反 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的一個處罰 是不是 是 是 對 就針列而已 配合 配合第十九條第三項的 針列的部分 好 那 第十三項的部分 違反第十九條 第四項 也是針列 也是針列 也是針列的部分 而已 好 那其他的就是 照原本的版本所提的修正 好 那既然這樣 各位委員沒有特別意見 我們就 沒有 第四十 沒有特別意見 我們就修正通過 那我們進行第四十一條之一 四十條之一 四十條之一 來 請各位 有提修正 沒有喔 沒有修正喔 來請行政單位說明 第四十條之一的修正 這邊基本上修正就是 在第三那邊齁 第三項的部分 那邊就是說那個 就是 配合前面的修正齁 配合前面修正 配合前面的文字修正齁 與七日內為畫制堆肥 蝦尾或其他必要之處置 對對對 沒有做的話 好 那個法制單位 他們的法緩的部分也是配合 還是這個有伏比例原則嗎 處五十萬到兩百五十萬以下的法緩這邊 各位委員有沒有特別意見 會不會太高 五十到兩百五 是配合上面還是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有阿 法制單位說明阿 法制單位這個有沒有特別的 有伏不符合比例原則啦 還是有 需不需要加高啦 然後 這個 先後條文的一個順序來看是OK的 是 好 符合比例原則的話 那法緩的話 只要不違 只要不犯錯啦 就不會被受罰啦 好 那我們四十條之一 就照行政院所提之版本修正通過 那我們 進行第四十條之二 好 第四十條之二 來四十條之一怎麼樣 立法說明 四十條之一的立法說明 說明二的部分有 配合修改啦 第二項 第三項執法者 好 這個是配合說明而已 OK 那沒有問題 我們就照修正通過 那我們 進行四十條之二 來 請 行政單位說明這個 第六項的部分 這個是那個加進去啦 就是 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三 第四項規定 位於中央機關公告之方式 標示 這樣啦 配合他們的 配合上述的修正嘛 對對對 所以正列啦 好 那那個說明裡面 也是一樣 就是第二項 及第四項 對 就是配合說明 第四項是 配合加進去 好 配合修法說明 好 那應該沒有特別意見 那麼我們 第四十條之二 我們就照行政院所提版本之修正通過 哪裡 包委員好像 第四項應該確認一下 應該是第五項 因為前面好像三十三 三十二條之三 有增加一個項次 再確認一下 好 行政單位 確認一下 是 違反第三十二條之三 第幾項規定 是第五還是第四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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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那就照行政院版本的修正 來我們做修正通過 哪邊 好 四十三條 那四十三條是正列嗎 還是維持 好 第四十三條是修正 來請行政單位說明 這個最主要是按照中華民國刑法施實 對 對啦 什麼這個什麼 末路啦 追針啦 追繳啦 追繳 基本上都那個吧 好 行政單位所提 第四十三條修正是 把原本的行政條文的一些罪詞 齁 把它修正掉 就 就把一些罪詞修掉齁 那所以在第四十三條的部分 我想各位委員沒有特別的爭議 那我們就照行政院版本所提的修正 來做修正通過 好 好 那現在有一個附帶決議 我們先請行政單位 我們請醫師人員來宣讀 好 各位委員有沒有拿到 有 來請宣讀 附帶決議 建議本次動物用藥品管理法修正 為強化動物用藥品管理 原第三十二條之三 不得使用來歷不明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製造輸入之動物用藥製劑或人用藥品 供防治動物疾病或調解生理機能文字規範 經以偽藥禁藥區分管理以明確責任歸屬 目前農委會公告受體術包括 以下等禁藥製造 調劑輸入輸出販賣或陳列共產食物使用之毒害藥品 但不包括作為牛之使用之含藥物飼料添加物 為避免乙型受體素之相關進口製造 使用業者和農民因條文刪除 調節生理機能導致物用 原要求農委會因於本次修法公告時加強說明 乙型受體素為台灣動物用禁藥 除牛之使用之含藥物飼料添加物外 不得輸入製造販賣使用 提案人張立善等委員宣讀完畢 好 負財決議 那行政單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齁 我們在台灣齁 現在連骨都不行 連骨都不行齁 所以這個沒有意見齁 負財決議沒意見 好 沒有意見 好 那我們就通過 那現在... 看委員的意見啦 我們... 好 現在我們請毅盛連以來宣讀今天的協商結論 亨賭 宣讀 好 好 我們現在請醫師人員宣讀我們今天的協商結論 請宣讀 報告委員會宣讀協商結論 本日議程動物用藥品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修正動議 處理如下 第一條修正通過 修正為為增進動物用藥品質 維護動物健康健全序幕事業發展特製定本法 修正後通過 第三條修正通過 修正的部分在第一款的部分修正為 一 維生物學 免疫學或分子生物學學理 製造 專攻預防治療動物疾病之生物藥品 其餘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條之一條文 第五條 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二條之二條文 第二項 條文修正為 前項各款記載四項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頓號 核准免於記載者不再此限 修正後通過 第十四條條文 第一項 修正通過 修正為其滿輪泥繼續製造或輸入者 應於期限屆滿之日前二個月至六個月內 其於第一項部分修正通過 第三項的部分修正為在末段部分 所需費用 應依相關法令規定 並由經營該動物用藥品之輸入業者負擔 修正後通過 第十四條之三 修正通過 修正為在第三項的部分 第二項 第三項部分修正為第一項核准之程序 應檢附文件核准條件 識字場所專用標籤 連貼方式與前項核准之程序 應檢附文件核准條件 試驗場所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修正後通過 第十六條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六條之一 修正通過 修正為在第一項的部分 動物用藥品製造業者應申請的部分 修正為應經主管 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修正後通過 第十九條 修正通過 修正版本 採行政院再修正版本 於第二項的部分 修正為前項許可證有效期間最長為五年 其滿輪泥 繼續販賣者 其餘照行政院再提修正版本後通過 第十九條之一 修正通過 在第四項的部分 修正為採訪頓號報導或宣傳其內容 或宣傳逗號其內容暗示或影射其後面相同 修正後通過 第二十條 第二十一條條文 第二十四條 第三十二條之一條文 第三十二條之三條文 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三十二條之三條文 採行政院再修正版本通過 在最後一項修正為第三項重新檢驗所需費用 應依相關法令規定 並由群處水產養殖業者負擔後修正通過 第三十九條條文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四十條條文 照行政院再提修正版本通過 第四十條之一 照行政院再提案修正版本通過 第四十條之二 照行政院再修正版本通過 第四十三條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並通過附帶決議下 附帶決議的部分的部分 在中段的部分刪除 但不包括作為牛脂使用之含藥物飼料添加物等文字後修正通過 宣讀完畢 好 謝謝 那麼請問一下各位同仁 照剛才宣讀的協商結論通過 請問有異議 好 無異議 我們就通過 那麼 全案我們今天審查完畢 你去審查報告 提報院會討論 請問需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好 那怎麼樣 來 來 張委員請說 剛剛附帶決議的部分 有一條要劃掉 但不包括作為牛脂使用之含藥物飼料添加物 我剛剛已經有宣讀了 有宣讀我劃掉了 OK 沒問題 謝謝 好 謝謝 好 請問各位委員 需不需要交由黨團協商 規範就有了 好 那我們就不交黨團協商 那麼本次會議審查通過之條文文字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我們本日議程處理到此 好 我們現在休息 好 那如果院會討論的時候 由本席來出席說明 那麼今天我們的議程我們就到這邊 好 我們現在休息 好 好 好 先休息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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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mehrer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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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